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叙利亚总统巴萨尔阿萨德20号晚对俄进行工作访问 普京总统与他进行了长时间会谈 据称巴萨尔向普京详细通报了叙利亚局势和政府军未来计划 普京与阿萨德讨论了俄再续军事行动进程 再续打击恐怖主义以及双边关系问题 这是自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 巴萨尔第一次出国访问 叙利亚诸俄大使对塔斯社说 巴萨尔已经离开俄罗斯回国 新浪资讯台为您报道